就是住在西伯利亞東部城市的 這個亞庫刺客 有這麼一位俄羅斯女童 她的生命經歷非常的特別 因為在三歲的時候 她是一個人在寒冷的森林裡面 迷路了12天 然而她生命力非常的堅強 因為她奇蹟似的生還了 好 因為她不凡的經歷 也讓她成為了俄羅斯的 全國的風雲人物 然而如今小女孩長大了 而且她也非常努力地學習芭蕾舞 希望未來可以成為一名芭蕾舞者 腳踏舞鞋 身穿白色舞衣的凱倫娜 今年12歲 住在西伯利亞東邊的城市 雅庫刺客 雅庫刺客的冬天極為寒冷 一月平均氣溫接近零下40度 這名看似平凡 住在西伯利亞的女孩 在七年前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 凱倫娜在三歲八個月的時候 跟家中的狗奈達 在寒冷的西伯利亞森林裡 迷路了12天 她緊緊挨著奈達取暖 並靠著森林中的漿果衝擊 後來奈達突破重圍 去尋找搜救隊伍凱倫娜才因此脫困 凱倫娜奇蹟似的在森林裡存活超過一週 除了被當地人傳為佳話 更讓她成為俄羅斯的風雲人物 但是常常被路人要求合照 也讓凱倫娜不知所措 現在的她不僅亭亭玉立 更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專業芭蕾舞林 想要在大廣場的舞台舞台 胸懷大志的凱倫娜 如果日後能登上莫斯科劇院的舞台 想必到時候也會為雅庫茨克 再添一番佳話 華視新聞 楊維敬編譯